選群在岸邊引頸張望 選手們賣衣地滑著交法 比賽看誰最快使回終點 一年一度的和諭文化祭 24日在嘉義縣陸草鄉陸東村 皮頭枯舉辦 現場活動包含交法進度 脫網和諭 以及古早的童玩 農具體驗等內容 除了讓村民們沉溫而時回憶 也吸引來自各地的民眾共襄盛舉 和諭的合動就是 我們做小孩的時候 我們每一年很會 吃到天空生 我們廟的拜拜 拜拜 拜拜的時候會割褲子 所有的拿著的魚 就是蒸頭的人吃 以前好 因為每個人都會割褲子 因為魚不大隻嘛 所以說割褲子 改變就會滑 會有竹筏 塑膠筏就在比賽 早期就是都不在辦這個 比較不開 都跟他挑戰而已 今天我們可以當大董 台湖的環遊 不然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外流 這些年輕人又沒有人照顧 所以我們最主要我們這個褲子 在我們正好 要跟它比喻化和合適 主辦單位除了希望透過活動 鄰居村民情以外 也見此展現在地生機 吸引青年返鄉 事實上 陸草鄉的人口老化問題 早已不是秘密 據明文108年資料顯示 嘉義縣老年人口比率高達19.68% 位居全國第一 其中陸草鄉更是全縣老年人口比率最高的區域 我們嘉義縣是老人 老年化的一個地方 現在漸漸算沒有人 我們帶動這個活動 盡量叫年輕人到來參與 看有活動老爸他們繼承了 老爸這幾十天之後 我們就沒有體力 就是沒活動辦 然而面對嚴重失衡的人口結構 光靠社區舉辦的小型短期活動 仍然以獲得改善 因此陸草鄉當地民間團體自94年起 申請教育部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劃 並成立陸草數位機會中心 協助當地進行文化調查及行銷產品 此外中興更於105年起串聯在地景點 發展社區校旅行、導覽等活動 讓遊客能對陸草有更深的認識 因為像這種活動的話 比如說大家做你說 觀光或者是說參與這個事情 這個活動來這邊玩玩而已 你說年輕人要回遊的話 你基本上要有旧位機會 如果對你發展一些觀光產業 不是說高污染的產業 應該是會對附近會有比較帶動的 為了進一步整合當地產業 陸草數位機會中心 與107年與當地商家攜手 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 數位群聚輔導計劃 建立起在地品牌一帶一路 結合民宿、餐廳、農場等據點 活絡地方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希望得以提高青年返鄉的意願 我們在行銷這個區塊的時候 在地的年輕人他們有留在我們的 農村陸草這個地方來努力 比如說我們帶動了這些小旅行的時候 就有一些DIY農特產 所以有些青年他們就返鄉 即使青年外流現象為傳承傳統文化帶來不少阻礙 陸草鄉在地政府及民間組織仍期盼透過多元活動 並進一步整合文化與活絡社區 也發展當地品牌打響知名度 期望為陸草帶來嶄新的風貌 記者陳品仁 吳冠林嘉義採訪報導 請請 consta 答案 請 Congress